2.6亿美元 中国恒大首笔美元债违约宣布启动境外债重组 谷苦支撑了几个月的中国恒大 终于走到了海外债实质性违约的一步 三日晚间 该公司发布公告称 公司收到一笔金额为2.6亿美元的私募债的偿还通知 而该公司未能履行该笔债务的偿还义务 此举可能导致债务的加速到期 此举意味着 恒大海外债务出现了第一笔违约 对于恒大的海外债务违约 市场早有预期 早在9月末 该公司就有一笔海外债利息未能及时兑付 触发了一个月的宽限期 此后的两三个月时间内 该公司先后支付了多笔美元债利息 继续 过去一段时间 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通过变卖个人股权和资产的方式筹集资金 合计筹资近100亿 多数用于支付海外债利息 恒大财富理财产品的兑付 以及集团一般运营和员工工资等 此番该集团宣布 这笔2.6亿美元私募债违约 极有可能意味着 该公司将停止对付未来的利息及到期债务 恒大一在3日晚间的公告中表示 自2021年9月份以来 集团积极与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评估公司的资本架构及流动性情况 探索所有可行方案 并与境外债钱人保持持续沟通 鉴于目前的流动性情况 集团不确定是否拥有充足资金继续履行财务责任 集团会统筹考虑其整体财务状况 尊重全体利益相关方 秉承公平性 法治化原则 将积极与境外债钱人沟通 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制定可行的境外重组方案 写券 写券 写券